收到一个恐吓的邮件 有恐吓我的行为 可以帮我立案 你不要怕 我们所有的台湾员都会帮助你 需要就可以介绍 桃圆的立委还有议员 就是可以帮助我 我真的是又一次被台湾员感动哭了 就可以说 今天因为我的言论受到恐吓跟打压 在台湾却有那么多人站出来帮助我 谁敢剥夺他的言论自由 全社会都跟他对着干 你希望你的下一代活在阴言或罪 或者阴言论受恐吓的环境下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钱姐 我是台湾新扑 上周是我打开那个email查看邮件 就是跟以往不同的是 以前是收到一些小粉红谩骂的信件 这一次是收到一个恐吓的邮件 我第一时间我就记得奇怪 其实在我打开邮箱的前一天 我就收到这个一模一样的名字 在我的YouTube上面留言 一直讲一些很奇怪的话 但是我也没有删除他的留言 现在居然收到他的恐吓信件 当下我确实是有吓一跳 因为我不知道在台湾这种也是可以报案的 我还是我先发个贴文好了 想让朋友们帮忙出一下主意什么的 毕竟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而且我也不想我的家人受到任何的影响 受到任何的伤害 因为我的影片也是从来没有在我家附近拍摄过 我也没有给我的小孩真正的露脸过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给小孩露脸的原因 很多朋友说希望小朋友可以露脸 可以帮我提高流量 但真的 虽然很多小粉红不能自由的来台湾 但是我也还是很担心 虽然我的影片只是拍异常的生活 也是没有公知到任何个人 最多就是吐槽一下 过去在大陆遇到的一些 小鸡毛线皮的小事情而已 绝非小粉红先来攻击我 面对这么臭的嘴 我也不会跟你客气 你骂我 你在诅咒我 难道我还不能回你几句是不是 他说拍到了他的堂主 还要我删除前部的影片 我就知道这就是脑残小粉红的恐吓 这个世界怎么会有这么蠢的生物呢 同时也有台湾的朋友跟我说 里面说的指个词 很明显就是大陆的调调 比如视频台湾会说影片 10日台湾会说10天 住址台湾会说地址 如果他真的知道我家的地址 那肯定会说出我家的地址在哪里 什么什么位置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他的邮箱地址 是使用中国大陆的罗马拼音 而且我也看到一个频道 就是有点像那个人的 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他哦 里面都是一些唱衰台湾的影片 在这里为了不弄张大家的眼睛 我也不放上来了 反正我也不管他是谁了 我的科室也不是侦探 所以我决定听取广大粉丝的意见 我决定向台湾的警察报案求助 我也越想越害怕啊 一开始我有点犹豫要不要报警 毕竟只是网路的邮件呢 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 去到警察局 因为询问过警察不能录影 就是他们警察的整个办公室都不能录到 警察说不可以录影 所以我就口述 分享给大家我这个报案的过程 我把所有我有的资料都提供给警察之后 警察就询问我一些问题之后 他安慰我说这些通常都是恐惑我 以达到想要阻止我停止做我想做的事情而已 通常这种说他是什么黑道的啊 10个有11个是不会出现的 叫我不要太过担心 如果真的是有遇到危险的话 可以马上打那个110报警 他们会马上过来保护我们 还说这个要通过网络警察去查那个IP 还请问我如果查到人了 是否要提告 就是问的很详细 我还提供那个人在我的影片下面的所有留言 警察说看YouTube里面的这种留言呢 他觉得没有什么 跟你们说 如果这个在大陆 这些抹黑疫苗的留言 铁钱绝对会找到他 警察说我要是以那封邮件 就是有恐惑我的行为 所以可以帮我立案 立案之后然后就给了我一张回单 就是我在台湾第二次去那个警察局 第一次是之前我找工作 去警察局开过一次那个联名证 通过这次在台湾的报案 有几个感想 第一点 台湾的警察态度真的是很好 第二点 警察第一时间就给我做思想工作 安慰我 让我真的就是报案出来 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第三点 警察会跟我讲清楚报案的过程跟结果 第四点 快速有效 态度友好 和善 现在报案没有那个三连单了 因为有粉丝提醒我说 报案一定要拿那个三连单 但是现在好像是改了 没有三连单了 就是有这种报案单 因为我老公强烈阻止我 就是拍我自己的那一张上来 他说怕我泄露那个个资 所以我就在网络上找了一张 分享给大家 他上面写的案类是一般形式 妨害自由 其实就在我发推文的这个过程中 很多粉丝就安慰我 叫我不要害怕 也有粉丝 实信说如果我有需要 他说他有艳势桃园的立委 跟议员可以介绍给我 我看到这次粉丝给我的帮助 安慰我叫我说不要怕 我那一刻我刚好在炒菜 我看到那个粉丝给我发那个留言 就是安慰我叫我不要害怕 我真的又一次 就是被台湾人感动哭了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啊 然后看到这个粉丝给我说 你不要怕我们所有的台湾人都会帮助你 说如果真的有需要就可以介绍 桃园的立委还有议员啊 就是可以帮助我 看到这些粉丝给我的帮助 我真的是又一次被台湾人感动哭了 我被恐吓的当下我都没有哭 但是被台湾人这一股又新 真的是感动哭了 谢谢你们 就是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 我一直说羡慕以及支持台湾说话 不用阴阳怪气 说真话也不用消音 只要是事实都是可以说 今天因为我的言论受到恐吓跟打压 在台湾却有那么多人站出来帮助我 这是我没有来台湾前我想都不敢想的 有人说支持言论自由的人拥有言论自由 谁敢剥夺他的言论自由 全社会都跟他对着干 支持打压言论自由的人 给你言论自由打压 这就是因果报应 最后我想说言论自由有多么重要呢 你希望你的下一代活在因言获罪 或者因言论受恐吓的环境下吗 反正我是已经受够了 我没有任何的党派 但是我个人就是捍卫言论自由 支持民主自由 今天的影片是想分享给所有 曾经受到过因震荡的言论 而受到恐吓的你 不要因为受到恐吓 就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也非常非常的感谢 所有的粉丝的支持与鼓励 最后跟没有享受过言论自由过的小粉红说 言论自由不是无限上岗 如果你用妨害民意的方式来诽谤我 这是妨害自由 在台湾是要负刑者的 真的当下我看到那个留言 我真的感动哭了 我自己偷偷在厨房有眼泪 其实我真的是很想把当下的心情呈现出来 说真的我就是希望所有的人 都不要因为受到言论自由的打压恐吓 不要生活在这种环境下 这种感受真的是不好受 不说 Nam biology 好吃吗 非常不 sla Niet 最后 吃 最后 准备 咱吾 嬉 谊